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贾乃亮 他在身上有很多的标签 比如说搞怪高手啊 超级奶爸啊 七管炎的好老公啊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呢 来之不易的标签啊 正是贾乃亮 努力了15年的一个结果 而支撑他一路走过来的精神内涵 就是此刻到底 15岁那年 带着爸妈和大多数亲朋好友的反对 我一个人来到了北京 找了一所表演学校 开始了我自己的北条生活 1999年怀揣着一颗明星梦 未满16岁的贾乃亮 只身来到北京 为了进到梦想中的学府 北京电影学院 贾乃亮第一次跟自己的人生磕上了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恶补了高中四年的文化课 最终我以专业科第三名的成绩 踏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 尽管离梦想进了一步 但贾乃亮丝毫没有松懈 早上五点起床 晚上12点回来 背台词也小品天天如此 就这样贾乃亮拼完了自己的学生时光 出入社会后 他同样经历着奔走在城市各处 应聘讨活的困苦生活 我找了摄影剧的诗歌帮我拍了一套算是艺术照吧 我在每张照片里面都仔仔细细地写下了我的资料 自己叫工种 自如其人嘛 经常一写就是半夜两三点钟 一直连续写了好几天 我就奔波于不同的设置组 不同的广告公司 不管人家给什么脸 你都要留下一份 功夫不负有心人 手写式的简历感动了北京的广告圈和副导演圈 很快电视剧大唐歌飞 男主角向贾乃亮抛来了橄榄枝 当时我电话里反复确认 真的是我吗 你确定是贾乃亮吗 你没搞错 你是骗子吧 是不是要需要交建筑费 贾乃亮死磕到底的精神 不仅拼出了事业 更是打动了现在的老婆李小璐 压迫压迫你懂吗 压迫怎么的 你不爱过你走啊 你走啊 你走啊 没人绑着你 你走啊 找你妈走 你走 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还记得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那个手机壳挺好看的 是吗 那个你看看 你看看 激动的我差点把手机掉到了火锅里 因为电视剧奋斗而对李小璐清心 几年后终于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而这一相识便开启了贾乃亮对李小璐义无反顾的追求路 朋友的party 唱KTV的时候我帮他挡酒 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我特别想念他 我就一个人在山西的大黄土高坡上 唱好久不见 他在横店拍戏的时候 我准备去给他过生日 可是后来大雪封路 我在高速公路上躲了一天 早上起来冻得跟冰棍似的 于是贾乃亮成了好演员 好丈夫 好爸爸 他感恩如今的回报 也坚信曾经的坚持 我认为傻人指的是认定了目标 勇往直前 无论是工作还是爱情 你要拼尽全力去付出 哪怕壮透难强 你即使用很多的笨功夫 你也要去坚持去做 你的新年底一边的报道